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大多数患者来说不必担心 我们寻常性陰影病在临床上最常见的 一般第一次发病多数都是寻常性陰影病 寻常陰影病它占到发病率的90%以上 而寻常陰影病发病的部位也是比较常见的 在头部呈疏状化的改变 而在四肢的深侧都是绿豆到黄豆大小的丘子 上面有银白色的鳞屑 在扣下可以出现点状出血和薄膜现象 就是凹肢症阳性 而在躯干部位也都是斑框状也比较多见的 有时点滴状的 但是这都是寻常陰影病的一个特点 发生在肢脚的部位可以出现顶针状肢脚的改变 甲下可以出现有敌样的外观 所以对于寻常性陰影病在临床上是最常见的 而且是治疗效果最好的 恢复也是比较好的 所以寻常陰影病的治疗 一定要采取正规 适当 个体化的治疗方案 这样可以进一步地避免它演变成 红蜜病陰影病和农胖陰影病 这样对于陰影病的治疗是很好的 所以对多数患者来说一定要注意 多数你就诊的时候 大多数都是寻常陰影病 是最常见的一个类型 而且是最轻的一个类型